本期这把键盘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了 DARU的A81 第一把量产的Gaski无钢结构键盘 就冲着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 我都愿意夸打RU一顿 我手里这一把是一个实色白的配色 还有另外的一个黑透的版本 价格会稍微的贵一些 键盘四周的边框比较宽 有一种键盘做的很薄的感觉 实际上厚度并不会比一般的键盘薄多少 配列在75%上做了一定的修改 减少了一个功能键 因为有小门牙的存在 正面的观感并不会显得特别局促 左上角是灯光亮度的实体按键 以后推出的三模版本会改成模式切换的按键 也是之前A98和A87 Pro的一个设计传承 键盘顶部有一个亮面的装饰条 旁边是模式切换按键和充电接口 背面的设计也是相当的内敛 通过亮面和磨砂两种材质 把大U的logo很好地隐藏了起来 不会显得过于眨眼 这里建议给设计部加一波鸡腿 键盘只支持单色背光 亮度的话比较一般 在所有体验方面 这把键盘的手感跟之前的Gutsky结构 还是有蛮大区别的 首先它是一种先转后硬的感觉 在按下的形成中 有一段距离形变是非常明显的 以后触及到底面之后 就会立刻反弹 感觉我敲击的力量会随着敲击点四散开 外壳会感到比较明显的共振 这也是我在以往Gutsky键盘上 没有体验过的手感 除此上手还是蛮新鲜的 我手里这一款是天空轴V3的轴体 也算是一款经历过市场考验的轴体了 线紧手感和边角按压的稳定性 做的都非常优秀 触发压力为40克 介于金粉和普通红轴之间 太阳派金粉有密误触的观众 就可以考虑一下这款轴体 顺带一提 因为是无钢的结构 轴体缺少定位板的固定 所以是没有办法做成热插拔的 只能焊死在PCB上 也算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了 大晶也是这把键盘的一个特点 用的是黑透的PCB卫星轴 这种卫星轴的优点就是 比一般的钢板卫星轴会更加的稳定 A8要的大键表现我是非常满意的 两边完全没有空间层 处理干脆稳定 但是如果想自己调整的话 就比较麻烦了 需要把键盘的上盖给卸下来 再拧下卫星轴底下的螺丝 才可以取出卫星轴 键盘上盖通过14个卡扣与底盒固定 因为外壳比较软 所以拆解难度并不高 这边是给无线版本预留的收纳槽 在PCB上做了一个弹力币 末端是一个球形的硅胶垫片 刚好和底部的一个圆形快潮吻合 这个设计对装配精度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如果契合不到位 就会出现YPCB版的问题 我这把键盘收到的时候就蛮严重的 有些轴体卡的甚至都没有办法回弹 还是自己动手调了一下才搞定 和大U那边沟通了一下 说我这个是样品 大货版本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也希望不会吧 键盘底部有波龙和硅胶的填充 也预留了为三模板准备的电池开槽 有两个位置 预计三模板的电池容量是不会小的 最后总结一下 最低399元的价格 加上不可热插拔 以及单色背光 而且还是单模的键盘 说实话这把键盘的性价比并不高 不过作为市面上第一把量产的 Gaski无钢结构键盘 我还是非常认可这种敢于尝试的精神的 但是这个品控问题最好还是要加强一下 不要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出现一个PCB右移的情况 最好还是个例 好了 那也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观看 最后是一段键盘的打字音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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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